中共二十大前加強維穩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9月27號發通知稱 28號開始大興機場廊坊城市航站樓 濁州城市航站樓暫停運營 恢復時間將另行通知 雖然通知給出的理由是疫情防控 但是最近官方並沒有通報 河北、北京疫情嚴重 在此之前 北京已經對進京人員加強了控制 無論從高中低風險區來都被彈窗 按照規定收到彈窗 要向相關居住社區報告 在京外的北京居民也因為彈窗無法返京 與此同時 上海也實施了交通管控 除了對部分區域和道路進行交通管制 禁止車輛通行之外 9月26號 地鐵安檢也開始升級 乘客攜帶的液體要檢查 造成擁堵 引發民怨 一些人在網上吐槽 北京的二十大和我們有啥關係